第九期外交遠橫進階西雨般的各位貴賓 還有在座的各位同仁 大家早 各位貴賓從拉美 加勒比海地區 甚至歐洲遠道而來 要搭十幾個小時或三十幾個小時的飛機 真的非常辛苦 我要代表臺灣 歡迎大家 也希望各位在臺灣的期間 可以好好體驗臺灣人民的熱情和友誼 本班的16名學員 都是在拉丁美洲儀系重要的友人 各位不但堅定支持臺灣 也對深化雙邊關係有很多貢獻 在這裡我要表達最誠摯的感謝 長期以來 臺灣透過各種雙邊的合作計畫 來深化跟邦交國的情誼 同時 我們也一直希望 能夠促進更多跟非邦交國的互動 跟合作的機會 今年我訪問加勒比海的友邦 也見證了我們和友邦的合作 不論是在醫療 農業或教育 很多都已經展現了成果 臺灣一直是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份子 我們非常有意願 也更積極的參與國際事務 我們樂於跟各國來分享 臺灣在各方面的發展和經驗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可以支持臺灣 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以及各種區域的組織 為了強化臺灣跟世界各國的經貿關係 我們也希望能夠加入CPTPP 也能夠加入太平洋聯盟 也非常期盼各位可以給我們全力的支持 我要祝福各位在臺灣訓練的課程成果豐碩 我們也相信透過這次的課程 各位一定可以更認識臺灣 也更喜歡臺灣 我們也期待各位訪國之後 可以把臺灣的努力 熱情跟美麗 多多分享出去 成為臺灣最佳的代言人 謝謝